有三隻腳趾的正面 是呀 就是它的新造型 所以見到實物是挺吸引的 一定有盾了新雪板 有 沒有什麼 這個就是這樣 他們在壓水吹 大家這樣說 11點4 11點4 沒了,可能太糟了 這隻大摩 你今天帶了大摩來 是呀 沒了 預備 來了 下次請看 好,玩具TV 第20季第2集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多少次 因為今天真的有很多玩具包 說不完 然後 其實老實說 這個為何要介紹呢 我純粹是情已結的 玩的人不多 但我很喜歡 所以我是為了招呼自己 而零零細細 怎樣都要介紹一下 Sell Be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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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看到本身 很有逆霸感覺的造型 那它的來歷是甚麼呢 本身是一些 老牌少少的聖戰士迷 我相信早前也有 喜歡打遊戲 也有玩過一個遊戲 就是PlayStation 年代那時出的聖戰士 昆霸聖戰士傳說 本身它就是這個 液霸的量產機 當然 今次也由出淵雨老師 再重新設計過 令整件事 我真的想不到 會出這個量產液霸 很坦白說 對選擇 其實TV版的機體 是否全出的 是 以及最重要的 黑騎士 最終座架 都是未出的 大家好像在數Bandau 是否由於他想 盡量把銅模能夠用到的 全新嗎 完全沒有一部份是可以用的 那為甚麼會出這隻呢 對 所以你問我 我是極度高興的 因為本身真的 我印象中 我連B級的手掌 我都好像不太覺眼 所以竟然會出一個 完全某程度上 算是明不經傳的量產機 我真的猜不到 還有重點是甚麼 它出得很美 當然 如果你的顏色 第一句問題是 顏色加不加 沒辣椒 但沒辦法 看到這個整個人 很開心 它的紫色好像初版 第一隻雪伯 沒錯 沒錯 QC是一般 本身 其實你看到 它除了 算是一隻很淺 淺到近乎白色的粉藍色 另外 TOTAL有兩隻另外不同的藍色 一會我都會慢慢介紹 轉了一個圈 基本上它的工具很少 或者麻煩我拍一拍這一邊 除了本身本體和實劍之外 是這麽多 TOTAL的拳頭 這個Philip Chan很狠 垃圾講到寶 老闆 不懂貨 彈開飾機 其實我們介紹的 有哪一件不是垃圾 只要你不喜歡那件 是 其實拳頭的造型 真的只有六隻 不過anyway 夠用的 因為兩隻造型手 兩隻拿劍手 平手 是這麽多 本身上色 我覺得也算是主角格調 所以就著造型來說 你問我 我覺得它某程度上 有很多地方都比型化 不過 既然是兩產機 所以 起碼身形 它粗身少少 剛才阿嘉說 它有三隻腳趾 是呀 小腿 腳都粗身一點 舊主角的型化 它有三隻腳趾的感覺 好像很昏迫 導演 我們說一下腳趾 很有趣 它的三個腳趾 很凌類 重點是它全身沒有 腳趾是特別粗壯 腳趾的旁邊 還有兩條刺 以我印象中 它不是唯一一隻有三隻腳趾 但沒有那麼粗 這個很特別 第一次見 繼續說 雖然它是極白的糧產型 不過 它是Cancel了這個變形功能 所以很簡單 就不需要搞太多變形 這路路就可以直接介紹它 好 看到造型大致上就是這樣 直接可以動一下 其實就著Robot雲的聖戰士 我正在動一條頸 它本身是直了進去 其實還可以拉出來 看到它的頸關節 是多長的 平時 當你有需要的話 其實這個就繼承了易白 因為要變形 當時的頸關節 左右轉 亦因為它可以拉高的關係 我拔了頭出來 真棒 Robot雲 聖戰士我都賣了幾多隻 我發覺 以Robot雲來說 聖戰士是比較脆弱的 你是指哪個位 關節爆了 即是爛 很少人玩爛 聖戰士是會有一兩隻 我會覺得是因為它 想做很多還原的地方 所以它的關節上的紋很多 它紋很多 令某些位置的膠料薄身 所以令它有比較脆弱的問題出現 看到本身 它的頭的前後幅度去到哪裏 當然了 4-Join而已 左右當然不會有問題 不過大家玩的時候也要小心 本身始終它的造型有幾多尖位 所以動的時候 你先看一看 千萬不要硬來 這也是聖戰士系列的一個方法 也會有 不可以說是毛病 是 很吉手 背脊本身也有兩個背脊 因為是球形關節的關係 所以可以怎樣扭也行 另外一隻副翼 在螢光幕上更加角眼 是有兩隻不同的藍色 你會見到 這隻較深 另外副翼較淺 主翼也看到後面很漂亮的造型 對 對 好 本身副翼 除了一個球裝之外 你會見到這裏是零零射射 多多一個關節 在左右動的時候順暢 這球也挺大 對 當然 它和翼霸 另外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只有一對翼 平時一般的聖戰士 都是有兩對翼 是第一世 對 配色比翼霸 我自己來說也是 不過翼霸 很無蠻地說 翼霸的顏色是特別差 看到後面的二連莊炮 它的炮身是用了金屬薄荷綠 這個顏色很少見 老老實說 很有趣 腳趾 大家都是用了金屬薄荷綠 很少見這隻綠 這是你買朱古力 薄荷巧克力外面的包裝紙 那張透明綠 你要揭開 下面的底是摺起 那種的話 面就是這些紙 麻煩你拉高一點 看到其實就著炮的可動 一個就是收納形態 它是整條本身在這裏 有一個橫軸插進翼的關節位 再加一個架位 另外在折駁炮身這裏 亦都有另外一個可動關節 再插進炮身裏 簡單來說 就是你想怎樣射都可以 超多角度 超多角度 挽回 射野 其實挺有趣 在他們冷兵器的年代 它是有兩支炮 是 大家都是甲劍或者手飛到一條刺 但是它是有炮 它有昆蟲 昆蟲的甲殼改裝完成 它有負責加兩支炮 而那支炮的設計 它是跟整體上不合 這個我覺得是有些奇怪 當初應該不是出淵雨去想這把東西 後面有人想 我想要強一點 加兩支武器 然後有兩支炮 都是弧線 突然有四方 這支炮 跟它生物的實體是完全不合 因為出淵雨是不會做那些慌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不是他願意想加 有人加進去 或者如果你看故事這樣說 即是機械人的甲 是用昆蟲夾來做的 但可能這支炮是人造的 所以就刻意做 即是融合了地上界的科技 可能是 好 我們不會出去太厲害 看到這裡中間有一個 組織位 可以把它夾起來 很帥 背部玩了這麼多 玩完背部玩了 玩胸口 補藍色的透明件 抹開 然後 其實這個已經 可以多開一點 大力一點 我是不怕死的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拉出了一個微妙的叫聲 還是向下反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是 算了 別管了 好 看見本身空格 左右開完 在這個肚臍位 再向上 看到裡面綠色的駕駛艙 這個開法有點牽強 之前通常都開得好一點 是 開到盡了 不要硬來 很奇怪 可以放到一個微星 差一點 再小一點 再小一點 可能1比72 整個系列都是這樣 有駕駛艙沒有駕駛艙 是 好 配合了 好 看完胸口 看腰口 拉高的手臂 大家看看側巾 好 看見 好 鬆緊度如何 還可以 因為我之前有買幾倍 我覺得這個位置普遍比較鬆 或者拍遠一點 麻煩 就著阿嘉的要求 就著阿嘉的要求 嘩 那你也算實正 是 因為我之後的新版 雪霸 買回來的 吊吊駕駛 又說回他的腰 好腰好腎好腎好男人 我相信是一個好男人 就著前後也不用太擔心 而本身他的腰的轉 亦都是 一半 是一般人 你沒有說錯 每隻都是一般人 你會看到 因為他是靠 褻位和腰的關節 而本身他亦都有 因為造型上的關係 他不可以扭得太誇張 不是 雖然去不到180度 但也很足夠 你問我 每邊3、40度 加上他其實上半身 也是一個圓軸 所以有少少配合 變得舒服 手 還有補女打花紋 大家看到裏面的細節 就是人工筋肉 沒有話可說 肩甲 上下可動 亦都基於他可以上下可動的關係 就可以怎樣咬都可以 不過 記緊 這麼漂亮的圖裝 你沒有理由想刮花 所以玩的時候 小心點 而 玩身聖戰士的關節 都不用擔心 因為 他絕對會給你多 對折 沒有難度之餘 你會看到他的 綠色的筋肉位 亦都可以做給你 很漂亮 都不只 前面這裏 亦都會做這個橫軸 給你轉 在這個手的關節來說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設計 特別是那個年代的一些機械人 很多時候都是 這塊板要打橫才漂亮 是的 但他很多時候的機械本身 就擺在後面 最漂亮的位置 但我發現他前臂的內側 那片東西的內側 也有補到很多細節 沒錯 給鏡頭看看 其實我想怎樣 我想看他拆出來 味道那麼誇張 我想看他 可以貼到哪裡 你沒有話可說 你其實擺到這個位置 才是自摸空 真是 好了 我們就給別人了 對 腳 根本不需要擔心 就著他的設計 嘩 我經常看到人們畫這些姿勢 不過通常是少女 咦 你看那些 都是一般的Facebook 你那個Facebook是甚麼Facebook 我也是追蹤那幾個 又不會跌 又安全又穩陣 整件事都出來了 多得巨大的腳板底 沒錯 我也是最關心的 就是腳掌的貼地性 因為這個系列 一時可以 一時不行 不錯 這樣介紹又不用擔心 又不怕 風吹也不怕 神經病 不用再介紹 膝蓋也很漂亮 看到他的膝蓋關節 蓋得很漂亮 你總之拉高 都不會覺得太突免 剛才有提到 就著這個腳爪 有得拉出嗎 有 香雞腳 鳳爪 塞 每一隻獨立可動 前面腳趾獨立可動 可以爪爪 根本是一個爪 雕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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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翼 不能動 有劍鎚 對 你見到 在這裏是橫的細坑 塞進去便很緊 因為它有刀型的關係 如果做刀套 就會很大 因為它前面有彎刀 另外 想提醒大家 因為本身前甲 也有很利的勾爪 你換手的時候 你真的要小心 你撞到 我替你搭眼光 所以我也害怕 爆谷 爆谷 是否這樣 為了收視 又來 為了提高收視 在這時候 無論如何 埋齋也要有一點誠意 製作一個漂亮少許的操作 這個PlayStation 除了這一個獨立個別的機器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 只屬於PlayStation的聖電視機器 有機會有 不過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它的遊戲是PSX的 我真的不記得 很久了 沒有玩過 可能真的 TV差不多時候已經出現了 但是真是盤古 很好的 當時也沒有那麼漂亮 但本身除了 re-pink版之外 以後也不會入任何性展示 為什麼 因為re-pink漂亮很多 我不想有那種不舒服的 你又出re-pink 我又強行買 雖然很貴 但它雖然很貴 但它的格很硬 你又說得對 我上次追回那隻雪霸 那隻雪霸 追不到的 它那時候訂1080 那樣 街上千二硬到爆 電視版呢 電視版的重途版呢 電視版重途版 我六百多元買回來 但現在又沒有 訂的時候好像差不多 現在也是那些價 六百多元 七百元左右 還有嗎 我想平均現在要八百元 很硬 但那隻真的美得很厲害 也是那句 你問我 2021年 有多少Best Buy 這隻是其中一隻 無話說 一見到 完全沒有遇過 它有機會 實體化的產品出了 我真的情意結 都給它 而且本身這隻 我唯一要談的 只是它本身的 深藍色比較膠 沒有了 對不起 全部都很漂亮 QC 這裡有一點 花了 那我幫你 不用客氣吧 10元 10元 一會兒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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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我還有幾盒 對 我想介紹這個 境界戰機 因為劍舞也出得很好 還有180元 另外還有一隻 180元不是公價 對 加拿摩2 也是非常棒 我們上次在 Robot雲戰 介紹過 我有一點點想補充 就是它頭的可動性 其實是不錯的 OK 這隻也很有趣 很多東西可以值得說 還有沒有興趣看 大家留言 TV做到第三集 你可以看一下 不錯 我自己可以看 挺有趣的 對 本身除了 健武之外 第二部機 精冠 亦都已經出了 大家 出了嗎 出了嗎 不是 我只是說出場 出場 所以第二部機 應該是精冠 至於模型來說 翻外編的零零 反而出了 是 是 後話 今晚 先玩這麼多 我明天還要上班 再見 下次再玩 收拾東西吧 可以直播收拾 再見 收拾 收拾 收拾